患者病为要开刀 医师出国 没得开 今年大过年到现在 台中刘小姐60岁的父亲 住了三家医院 本来人还可以走进第一家 现在却还躺在第三家病床上 她翻着一堆医疗单据说 当时若听人爱的话 找到医生开刀 不听中山副医留院观察 爸爸也不用那么苦 人爱找不到医师帮病患的心脏开刀 就转到了中山 中山看来却说 控制血压不用开刀留院观察 4月后护士竟然通知病危 女儿赶到了医院 做了断层扫描 医生又说不立即开刀得截肢 没想到还要家属自己找医生办转院 女儿问医生你不能找吗 医师才打给中国副医送去开刀 记者去中山副医采访 公关只说会在调查不愿说明细节 就是他们家屋病房的在院的医师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自己打电话去问哪一间医院 有医生可以为我爸爸开刀 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是 一个医学中心它可以把一个病人 留在那边观察那么久 到最后病危的时候才告诉我们说 他没有医生可以为我爸爸开刀 而且要我们自己去找医生 这真的有点很夸张 觉得太夸张了 可是记者调查仁爱转院前说要开刀 中山却没说医师出国 也不承认一开始没帮家属找医生 现在就看卫生局调查如何 再为大家追踪报道 你爆料我捐款啦 独家爆料给一周刊照片影片一斤采用 一周刊将捐款给你指定的慈善机构 赶快拨打爆料专线email 或者上一周刊官网及APP 一周刊等你爆料哦